找到我來我覺得是有點驚訝 因為其實我剛剛大學畢業了兩個月 那麼多位老師來聽我說話就好像有點奇怪 其實我剛剛大學畢業 我現在是一個全職風景攝影師 其實是一個不是很科目的一種職業 可能不是平時大家會聽到一些工作 這些就有一些在外國最近拍的作品 那這裡其實是一些挪威的一些瀑布 冰到一些雪山 那我比較喜歡找一些自然景去拍的 那其實呢我就在浸會大學的Biology那裡畢業 那其實讀這一科和攝影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關係 那為什麼會讀一個大學位後來就去了拍照呢 其實主要是很多年來的一個社會壓力 還有家人的一個期望來的 那我自己剛剛考完DSE的時候呢 就沒有什麼目標 那那時候就那個分證就夠有把握 那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 那就用了兩年時間找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拍照和讀書 那就兩邊BALANCE 後來就很幸運 那就進回大學 那這一段時間我就在問 其實自己讀書是為了什麼呢 竟然找到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那但是後來想想其實 我家人原來很想我完成一個學位 那就堅持去讀書 那我現在除了拍一些風景作品之外呢 有些機會可能是和旅遊局合作 有些作品會在機場上擺出來 和不同的一些品牌 可能香港公司啊 或者其他視頻品牌 去用我一些作品去推廣香港的 那我什麼時候開始拍照呢 那其實主要是考完DSE的一個晚上 那那時候就是考通識科 我記得那一晚 那就和一個朋友 都知道自己那晚其實考了幾多分的了 都知道在溫都沒什麼用的了 那就拿著那部相機 就想家庭座山後面 就看看我自己家庭後面的鏡 因為我住在遲雲山的 我上獅子山很近 那我就上去走45分鐘 那就其實到了這個地方 那我猜不到 一坐這麼近 我的山就住了十幾年 但是我是沒走過沒看過的 那時候就開始鍾情了去遠山 去看香港的景 那時候看那個景 我就不懂拍的 拍到很噁心的 就覺得自己應該 鑽研這件事 拍得好些 還有 為什麼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不是應該由一個香港攝影師去拍 再給其他人看的 為什麼整個旅遊局 有一些照片是 在外國攝影師手裡拍出來呢 就自己很想鑽研去做這件事 還有因為自己住在香港 要多點時間去發掘一些特別的角度 還有多點去留意天氣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很花很多心思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景呢 其實是我第一次上山 看到的一個雲海景 那我當時就不懂拍 那接著用了一年時間去 研究天氣 去研究一些攝影技術 那接著一年後 上了很多很多一次 這座獅子山 那接著有一天 是凌晨三四點 那我就見 在家裡看上去座山 好像有點霧 那接著呢 看完天氣 就決定上去搏一搏 那其實這個景 就維持了十五到二十分鐘 那其實在山上 那有時候 可能現在大家 完結了一段時間 看一看山在雲裡面 那時候呢 就很不幸 你在雲裡面 就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 那些雲突然之間 散開了十至十五分鐘 就看到那這樣的景 那其實這段時間 就維持了很短 那就非常幸運 那是因為 春季那時候 那些雲就比較低 那就是凌晨那一段時間 那些樓就露出來了 那大家這段時間 很多時候都是在睡覺的 那所以其實凌晨的時間 就很多奇景 那後來呢 除了獅子山之外呢 獅子山旁邊 有一個很近的山頭 就叫飛鵝山 那我就後來發覺 那這一座山 就不是很多人去 去留意 去欣賞 那我就去這個地方 去找一些很特別的角度 然後呢 就發覺到 有一個很特別的矮 就叫自實矮 那這個地方呢 就後來可能 比較多些人看 那這一座山呢 我開頭 我沒特別去細心去拍的 因為我跟那些朋友 可能是 我放了學 那就約他們 上山 去逛一逛 或者去燒鹹一日 那有時候 讀完書 考完的事 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沒有什麼目標 那就 找了一件事 自己覺得比較有人生意義的 原來就是去看著那個景 那就 去這個地方 經常消遣 那後來因為 發覺這個牙子很漂亮 我們就 就打算用這個地方 去記錄一下 我們在山上的情況 那其實這張照片呢 我就沒有 特別去 設定很多次 或者去準備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一次 偶然 是一次 我考完 那天 然後我朋友就說 不如上山了 然後他帶了一些東西 就跟我一起上去 那就拍完那張照片 那拍完這張照片 其實都沒有想過 去特別去做些甚麼 那就 後來因為看到有些攝影比賽 有些豐富獎品 那就拿他去上傳 那又 亂打亂撞 那就可能有人 就認識了這張照片 那跟著後來就開始去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拍照 那其實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香港拍照 因為我覺得香港是 一個很適合鍛鍊的地方 因為 如果你本身那個 經歷不夠 在香港 還有那個訓練不夠 去到外國其實是 不知所措 對著一個景 不知道怎樣拍照 很多時候 可能一個零攝影 概念的人 就會想 看著一個景這麼美 應該怎樣 capture 那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靠在香港很多自然景 可能西貢 萬而東八 去看一些自然景 去練自己的攝影眼 那為什麼我喜歡拍照風景攝影 因為 變化很大 可能在夏天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條 吸水門大橋 還有 青馬橋 是 藍天白雲很美的 但是 有時候 去到春季那時候 就凌晨 出去步 乘機場巴士 去到 收費鋼長落 然後就走上花瓶頂 山眼那裡 然後看上去 就會有一些很美的雲海景 那我喜歡拍照風景 就是因為那個 變化 我預計不到 所以我就 很喜歡浪費時間 在這個地方那裡 那另一個 就是 我拍風景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就是 我覺得我裡面 是很溫到自己 存在的意義 我拍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魄 我覺得是圍著 那張照片而存在 我覺得我要拍那張作品 不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給別人看 我就覺得我要拍那張照 那就覺得 這個大概是我人生的意義 所以我很喜歡做一件事 相反的 你叫我去 考一個事 考得很高分 沒有那個滿足感 在那裡 但是拍一張照 我會滿足到自己 那另外呢 我覺得拍風景照 令我學了很多東西 那這樣東西呢 就 將自己 很多東西 以前我會覺得不可能的 可能我 剛剛 還沒接觸攝影之前 只是會聽人說 行山露營 還有 行山的話 一定要入黑錢下山 或者日出之後才上山 那後來會覺得 有很多東西 你不敢試 你會去 嘗試出來的 那可能我會在 第一次 我在意大利的 多羅米斯 那個雪山那裡 真的去露營 會帶一些這樣的 機器去上山 去拍照 那這裡有些影片 都可以share 給大家看 在一切 我其實在今年5月的時候去這個地方拍攝 我那時用了15天時間 其實裡面大概10天時間是沒有天氣的 我就在山下等 等一個合適的天氣才上山 其實那時比較不幸的 是因為下雪 很多路就封了 明明有些兩個小時的山路 就要跟朋友走8個小時才去到拍照的位置 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去 有幾次上去是拍不到東西 然後重複下山了上山 後來才拍了一段可能一分鐘兩分鐘的片 但是其實過程中是覺得很滿足的 因為每一次很辛苦 都會拍到一些自己很想看到的作品回來 因為我們拍風景相很多時候 拍一張照之前我們會做一個Draft 我們會想那個畫面應該怎樣做 然後再花很多時間在那個地方去考察研究 等天氣去拍一張照出來 其實就是令到我喜歡拍風景 就是因為事前做很多準備 還有一些成果的感覺 然後拍風景相還會嘗試很多 自己預計不到的東西 我最近在印尼走一個叫伊珍火山 那他比較有趣的就是他那裡很多工人會在那裡採流 那我就跟了當地的導遊 他真的上過一座火山那裡去看一個火山日出的景 那這一個就是後面火山爆發著一些火光來的 在日日出之前 他有一些很特別的一些死樹 那我就想去特意去Capture這些的景 那就令到以前我自己可能讀書的時候 覺得很多東西不敢去試的東西 原來發覺 因為我要為了一張作品而令到自己學會那樣東西 那另外就是很多人一個旅程會覺得 我要安排整個schedule 十幾天 我第一天計劃A計劃B計劃C 那其實在我的旅程一般去旅行 就只會記錄我想去什麼地點 我想拍什麼照片 然後我就會按照當日的天氣 可能就會駕車去那個地方 去Capture那個環境 那我就自己拍照 就比較喜歡拍風景視頻 就是因為那個彈性大 自由度大 不會說因為我要日落 我要下山 那我就可以在一個環境上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在印尼的一個 一個山洞裡面 那我也沒有想過那個地方是要游繩下去 其實都是去到當地的導遊 告訴我你要游繩 然後我沒有準備過任何東西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頭盔 我就扔了下去 那我就 但是那個位置真的很特別 因為他說這塊石其實就 不是太給人上 後來我們是很難等一般遊人走光 那他後來安排讓我們偷雞上去 拍兩張照 這樣才做到一個角度 因為試了很久 在一個很多位置 比較低一點的位置 就做不到這個陽光的效果 那我怎樣學拍照 其實我自己的拍照是全部都自學 為什麼我喜歡自學 是因為我不喜歡教功課 我不喜歡去考試 因為我喜歡透過自己想獲得一件事 用自己的方法去學 不喜歡去用一些特別有框架的東西 去限制自己 那可能我拍一張照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都可以做到同一個作品 但是不一定要跟死那個做法 所以我喜歡 拍照就是一個自由度大的地方 那我最近拍過一張月亮的作品 在香港上水的 那這一張照呢 就是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山頭去拍這個作品 那我用一支非常大的大炮 一支腳架 還有用對港機 那我要一隊 和我的朋友去製造這張照 那一個就是相機拍出來的 已經是這個效果了 那怎樣去做這張照出來呢 那其實呢 首先呢 就 我呢 就要和我女朋友呢 去幫我好一支腳架 因為真的很大陸 很難控制 那接著呢 就要和我們用對港機 和我兩個朋友對面山頭 那麽就差不多兩公里 那我們就用對港機去 contact 那其實 我是看不到他的 那我們是用那個鏡頭裏面 看著一個Line View 就是那個現場實況 看他大概去到哪裏 然後呢 我們再因為時間 前一晚已經上去三次 都大概預計那個月光的位置 都不是太遇到的 去到最後一次呢 然後就估計到那個月光出的位置 然後呢 就 一個幾秒時間呢 先就是去 捕捉到他那個 重疊的位置 因爲呢 他裏面是只有 只有10秒到15秒 是會去月光 重疊同一個人 因爲其實升得很快 我們平時看一個月光 可能很慢 但是如果我們用到一個 那麼長 招放到那麼大 其實是升得非常之快 好像日出的落那樣的速度 那其實我 這張照片其實 總共都試了兩年了 那我在美國試過 那這些你見 升過了那個位 那個距離不對 那個人會太大 或者可能未拍過之前 我會試鏡頭去一些位置 大概看一個月亮的尺寸 這一張呢 就在微角試的 那原來那個人又會太大 那就要知道那個距離 和月光要遇到多遠呢 和外影的位置要遇到多遠呢 那原來大概是 一至兩公里才可以做到一個 那麼小顆的效果的 那可能見這些 如果太近的話 一個月光又會蒙了的 那就是可能要試很多很多很多次 才會做到一個 比較清晰的影像 齊殺所有東西在那裡 那還有 在香港拍月光比較難的是 一個月是得一兩日 是會滿月 那還要撞正呢 是要 日出的落那段時間 它要升出來 因為那段時間 那個光差沒有那麼大 那個月光才會是 剛剛升上來的時候 那一下才會是黃色的 那還有香港能見到 經常都很多空氣污染 那就不是太容易做到 一些很容易拍的作品 但是這些作品呢 如果在外國拍的話 因為有些大平地 就相對容易控制 那最近比較近期的經歷呢 就是我昨天剛剛 在非洲南米比亞沙漠回來 那拍了一張很特別的星流跡 那我也是 昨天才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的 所以有些掉漏就不好意思 那 因為呢 另一張照片呢 因為非洲南米比亞沙漠 是一個很多夜山動物的地方 它去到晚上呢 是不讓有人在裡面 日落之後要離開的 那當地導遊呢 一開始就幫我申請了一個Lyzen 那怎樣去到呢 就說Lyzen是不Approve給我 那我怎樣處理呢 我想了很久 這張照片 我來這個地方的目的 就是拍一張影星 這個星跡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拍了兩個小時 那他對了南極星 然後就放了一台機器 那我那晚進不去 我用了幾個方法 第一晚呢 我在想 在沙門之前 那個導遊留下我 在裡面 然後呢 他就出去 那我就 我第二天 那我第二天 那我第二天 我第一天 那天 那天 那個管理員就發現了 我們是有這樣的計劃 然後呢 他就 不敢搏了 因為他會令到他 他不可以做他的公園工作 那那裏有 那第二天 那就 再想 可以試一下 再疏通一下呢 然後我們用些牛肉缸 用些錢 那那個阿姐呢 就不想煩 她就說不批的 然後第三次 到最後一天 我在想 我來這裡一定要拍照 那我怎樣處理呢 我在沙門之前 我拍到這個沙漠裡面 我放下了我的手機 然後 等他自己 設定了一個自動的設定 等他開始拍 然後呢 拍到他 直接沒有電 然後我第二天 十二個小時後 回來修繩 那那件事是怎樣呢 我距離的 部機是一百公里 就是 深圳去到南瓜島 一個距離我放部機 放到這麼遠的時候 那天晚上很害怕 整晚睡不著 我離開部機太遠了 那第二天 我本來設了部機在那裡 但第二天 太大風了 其實我催淋了 但也都很幸運 是我拍到一張照片才催淋了 那其實 速度來自動的鏡子 都是崩了少少 那我也是做到一張作品 那這個就是 都還未出的 其實這張照片 我剛剛撿了出來 那另外一個呢 都是在這次的旅程裡面發生 那這個其實很特別的 是比亞沙漠裡面 有一個海 旁邊就是沙漠 那這些景呢 都是我來這個國家的 一個目標 那這次的導遊 又是跟我說 上面arrangement 沒有arrange到 你們進入這個沙漠 因為要有很特別的車 才可以上到我們的沙漠 然後我們怎樣呢 我們就用我們自己 那一輛很垃圾的車 我們就真的車進去 然後就真的卡住了 然後怎麼辦呢 因為那個沙漠 是沒有訊號 那就 沒有人會知道我們進去 因為我們是off road 走出來 就是那條main road 然後可能開了十分鐘 出來 那其實就 不會有人去理到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跟導遊 跑了出去的主要道路 就等了半個小時 有一輛車經過 然後我們就找他救我們 很幸運 他有一些救我們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輛車 駕得太久 刮得太久的洞 其實已經 四輪已經中空了 其實我們是浪著這輛車 其實我們怎樣拖都拖不動了 然後其實這輛車 後來幫我們 都幫不到 後來就走了 這個情況怎麼辦呢 嗯 一個方法就是 汽車我們拿走所有東西 但是沒有可能 後面的行程不可以繼續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 徒手挖 挖空的沙洞 清洗車出來 然後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就 我們就 我的朋友先喝了一杯啤酒 看看海 因為旁邊有很多海獅 那我們在那裡坐在那裡等 是時候 就是我們覺得 一想完那個景 我們就要開波做事 然後我們就用了四個小時 挖空所有洞出來 那一挖空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墊一些膠 墊一些沙洞 在車裡面 任何可以增加摩擦力 物資都找出來 然後我們呢 就 退車 就很幸運地走走 然後我們那個行程是 沒有了的 我們但是覺得很滿足的原因 是 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為什麼 原來是可以在沙丘 用一些這樣的方法去逃生 因為如果你不走得掉的話 你 沒有人救到你 那些地方 也是因為我喜歡拍風景 就是 很多時候在這些地方 是沒有人幫到你 你不知道怎樣拍 沒有人教你 但是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自救 或者自己去學懂 那 後來 因為走掉之後 我們都會有很多 不同一些特別的沙丘作品 那 另外一個呢 我自己比較難忘一點的經驗 是去 德國拍一個 新天樂寶 那我其實這個是一個 比較classical的位 是一個城堡的側面 一個山影谷 這樣呢 我經常都很好奇 我第一次去 為什麼一個城堡 沒有一個正面的樣子 我看不到的 那原來呢 就在這個 山脊上面那裡拍的 那這裡呢 就是沒有行山徑 一般有人呢 都是去不了 那我第一次去呢 就因為有導遊跟著 他就 不讓我去任何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那我就第二次 我跟朋友回到香港 真的去 去度 那條行山路線上網找 那很多人就是說 沒有路的 是不approved上去的 那但是我們就第二次去呢 就 要求arrange 我不要的導遊跟著我 跟著我 我就是 就跟朋友呢 偷偷地的 然後就計劃完條路線呢 就真的自己找了條路 去上去那個天樂寶寶 去拍那張照 那後來我們是成功去到那個位置的 那但是因為撞正去維修的城堡 那其實 拍不到我想要的作品 那還有我自己幻想的景象是 大雪啦 還有是一個城堡的夜景 那我就 那我就 現在還在等著他維修完 因為他拖了一年又一年又一年 那去到 現在他說 P的原本是今年年中完成 接著又拖到去 今年年尾 那其實最理想在德國拍雪 是一月到二月 一月尾到二月 那這就是最暴雪的 那所以現在在等著 如果他維修得好呢 那就是我二月去這個地方 去拍我自己想要的作品 那我那次其實拍到 大概有一些Draft 那但是那時候 就不幸 可能是那個正門就在維修 那我就會等二月去 去這個地方一次 那我其實還有去冰島 去挪威拍照 那其實很多時候拍一些風景相 我們會去一些地方取景 我們會去一些冰面 一些瀑布 或者做前景 那會令到照片的層次比較多 那但是很多時候拍這些照片 我們都真的要去一些瀑布的位置 那其實拍這些瀑布落水呢 以前我會很抗拒 我不喜歡濕 但是後來因為覺得要做的作品 會這樣做 但是已經慢慢接受到之後 發現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已經接受到之後 在外國那些那麼冷的照片 我就要踩下去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事 那但是我那次在冰島 就是這一塊冰 剛剛結冰 那我就在這裡要補這些冰塊 那就是有一塊冰 我又很不幸 剛剛踩下去就裂了 我半隻腳踩下去 那那裡 我想環境溫度-10度 但是下去呢 我都是 因為我到那個位置了 我無論如何都捱過去 拍完這張照片 但是去這裡 我就比較 這次我已經準備了一雙防水鞋 但是 這次去挪威呢 它的水質實實太高了 然後我就第一晚拍得不好 拍不到最好的角度 因為我去不到那個比較深的位置 然後我回到住宿 我發覺 有個 釣場上面有個擺設 有兩雙水鞋 然後我就拿了來用 然後我拿完去用 那我第二早上翻光 放回到應該沒問題 然後我真的穿了下去 然後我開始拍了五分鐘 然後我發了一雙鞋入水的 然後 那段時間你當然沒辦法 那我來到了 那我就拍了 後來我真的捱了一張作品去 然後才還回一雙鞋給他 那我第二早上都是 浪翻光 擺翻個位 其實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去挪威拍照 我還有 很多時候拍風景 就等天氣 很多時候天氣不好 我們跟一個旅程 上一座山四次五次去等 那其實我最近去挪威去拍 其實一座山可能一座山 最後的作品有做很好的光線 很有氣氛的作品 其實事前 可能是這些不好的天氣 我們要上去看位置 做一些draft 那其實這些照片 很少會真的鋪出來 或者說給人知道 那在這些情況 其實 下一個天氣很不穩定 經常大風下雨 那其實你帶著那麼多的gear 你首先要難應 還有你要接受到那個失敗 我這次是空手而回的 真的 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要揹那麼多東西上去 那你就要知道 我下一次上來 也有機會再拍到 所以就繼續這樣 來回來回去上這座山 那這一張照片 就是落完雨之後 就出現了兩三秒的光線 就剛剛highlight了 下一個山脊那裡 那就是我朋友 就其中在這個位置 那就比較難捕捉的 就是剛剛好highlight到這個位 因為有時候光線太多 就整個山highlight了 那個感覺就差很遠 那另一個比較難忘的經驗 就是在香港的一個海蝕洞 那很多時候 香港影星已經 不太多人會覺得是拍到 但是我後來會找一些 比較像外國的構圖 那這個在香港 蔓延東拜的一個海蝕洞 那這個海蝕洞 那這個海蝕洞 我糾結了一年 進入去拍 因為它水漲是會浸在這個位置 水腿就在這個位置 那還要撞正 就是要夾 因為這條銀河 每一個小時都會在這裡移動 那我就夾了很多個季節 我就要銀河在這個位置 那時候 又要水腿 又要冒月光 又要香港天青 那有很多條片合起來 那那天合到剛剛好 就是接近水漲的時間 我就進去 在那裡糾結了很久 在門口又不進去 那我們進去 其實玩了十分鐘的水 已經浸了去 大概腰的位置 然後我們很緊急 然後就爬出去 其實我們本來是醫過了下來 然後就走進去 但是那天是滿到我們不可以走這邊走 我們變成要走這邊爬上山 但是後來我是做到自己想要做那個作品 說回一些關於教育的事情 他們把一些題目給我 要我回答 在香港中小學課程裡面 就沒有視覺藝術科 你認為學校對藝術攝影和東媒體攝影 是否足夠呢 如果不是 那應該怎麼做一個進學呢 我自己中小學有讀藝術科 即是那些藝術科要上課做勞作 但是我經常覺得 我要想我怎麼 那個老師給我高分 我不是想我自己其實 我想做些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限制給自己 其實我都是 反而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真的是大學畢業之後 我發覺沒有了一些規矩的限制自己去發揮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 為什麼做得更好 只不要做一個這麼重的比分 我知道評分是一個重要的 如果不是沒有一個分低重的一些學生 但是 也都不比分他們可能也都不做事 但是我覺得 反而是著重一個 學生的思維思考那裡 讓他們多一點空間發展 我自己會這樣想 因為 就算是風景攝影這個範疇 也都不會在藝術科裏面出現 可能也是輕輕大的一件事 反而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做一些 這是我屬於自己的範疇的事情 那這件事 我當時因為 學生就會被一些學科限制 這件事是我在課本學回來的東西 那我就向那個方向想 那就很少會讓他們想一些 我自己其實是想做的事情 獲獎會不會改變自己人生 如果沒有獲獎會不會忠情攝影 我會說是從來都沒有變 因為其實外影無論是得獎作品 或者是日後的作品 其實從來都不是說 希望多人看 還是為了其他東西 因為每一張其實是很用心 其實是自己想要的一些畫面 那有一件事是叫熱誠 很多時候有很多小時候我 那些朋友仔 可能都是跟我一起開始攝影 或者是做其他喜歡做的事情 那他們 我欣賞他們不是做得好 或者做得不好 是那個心態 他們有些同行 他們是會很花心思去想一張照片 做一張照片 或者去做好一件事 我自己很喜歡欣賞一些人 是很用心思 很用心思去做一件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珍貴 那但是最重要是怎樣去 為什麼會有這個心思 其實是 他要有一個目標 我要先做一件事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這一輩 或者我自己的朋友 身邊應該是要定一個目標 因為很多人就是 沒有一個目標 那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正如我讀一個大學學位 其實我到現在讀了 我除了是為了家外 其實對我個人來說 我會知道自己的方向不是在那邊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 關注了一個學生 一定要有一個特定的學歷 那我自己就這樣想的 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 那應該他有自己的長處 我才明白 知識是很重要 一些基本的知識 可能語文 溝通這些是 包括我去旅行 我也是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時候 可能會限制了一個人的發展 可能是在一些學科上的限制 那有沒有想過其他發展機會呢 其實我自己拍照 我就沒有限制過自己學些什麼 因為我現在可能是 喜歡拍風景 那也都有機會 可能是自己做廚師 因為 出去拍照 怎樣都要學煮食的 那還有 因為也是因為拍照 我就學會了 我真的去考車 反而去學車 給了很多東西 你會慢慢裝備自己 那也都那段 透過這些很多 無限你要學習的空間 你會令到自己發掘到 原來我自己可能 都喜歡做好東西 那這件事我就未知道的 那所以就一直去試 希望學這些新的東西 那 那 我也都沒有想過自己會 有機會出了一本書 關於自己拍風景的東西 那還有可能有機會 自己的作品去旅遊局 印成一些postcard 去拍給一些旅客 那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的東西 我都會先去試 我以前 即是我中文已經不好 那些老師是很喜歡給 中學是給60分我 即60分是剛剛合格 沒有F 那就OK了 那其實又不是不可以出書 那其實很多東西是 被人看到你的故事 或者你的內容 是相對 給一些框架的評分 是更加重要的 未來數十年 你自己會在攝影中 有什麼期望呢 我自己 現在的短期計劃是 可能用三至五年 去世界各地不同地方 去增加自己的經歷 因為沒有經歷 很難說到自己 其實有什麼體驗 更加不會有太多的內涵 那我就想著 透過這段時間 去增加自己的閱歷 看多些東西 學會更多 學會更多 因為 去旅行的時候 認識到一些朋友 去幫你的 不是讀書上面的東西 他會 教會你 例如怎麼救一輛車 我試過去印尼 如果一個斜路 是沙路 上不到去 那一般人 就是想放棄 或者另一輛車 拖上去 那他怎樣處理呢 他那時候 就把我們的行李 丟掉下車 然後 一個很肥的司機 就坐在車尾上 然後 本來是導遊那個 就變成了司機 最輕的 他就坐在車頭 怎麼這樣做呢 他就是 他就讓司機踩行李 那時候 那個很肥的司機 在車尾上 就不斷用了新體驗的車 就把車的重力 在後面 擺動力增加 然後就把車推上去 那這些東西 其實 你不試過 你不會懂 不會學 那所以 我最近 在納比比亞山莫 那時候 去塞住那輛車 我整隊人 三個人 從來 沒有一刻想過 我們是想 只是什麼時候挖掉 那 那 最多我們那一晚 就是設一個 Camp Fire 那這個就是 我喜歡去旅行 慢慢體驗的一些東西 那這一樣東西 也是 慢慢增加了月力之後 可能會有些 Photo Tour的出現 那它令到我自己 有 保持一個Long Term Income 和做到自己 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最後我想說一說的就是 無論讀書也好 不讀書也好 其實很多人是 沒有找到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或者自己的目標 那其實我覺得 自己找到自己 最有熱誠 那一部分 就是自己 為什麼要做一件事 的人生意義呢 是 給了一張沙子 或者 一些分數更加重要 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